上位带您关心 有好几名身穿制服的服务员站在门边 双手扶着玻璃门 卖力的想要挺住 因为受到山陀儿台风的影响 今天下午台风从高雄市登陆 而高雄市区变狂风暴雨 最大更是出现了17级的震风 不过当时位在高雄的这间饭店 玻璃门随着强风不停晃动 似乎下一秒就有可能会被吹倒 因此有七八名的饭店店员 全部都站在门边 用双手抵住玻璃门 就怕门会被吹翻 而不止如此 他们也担心汽水会从门的底下燕进饭店 因此他们也是在下方堆起了沙包 试图要挡住玻璃门 不被抢风吹开 画面显向还生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给彭雷主播 整栋民宅铁皮支架全部掉落马路中央 房屋外围支架布敌墙风清洗 直接解体掉落到一楼马路 铁架铁片四散看起来一片狼藉 这也是高雄地区 台风侠带强劲风雨袭来 高雄地区首当其冲 更是出现17级强风 造成不少灾情 像是这里同样是高雄 民宅铁皮屋顶竟然整个掀开 被吹飞好几公尺 最后还降落在别人的屋顶上 另一边强风大雨不断的下 民宅铁皮也是整个被掀翻 最后因为重量太重 垂掉下来 这里是高雄市林雅区 铁皮屋顶直接被强风吹飞 还有住宅上方的铁皮屋顶直接被吹翻 掉落在一楼马路边 直接占据了一整个街道 只能说山陀尔台风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但现在高雄报道 好主播各位观众 那您持续来关心台风山陀尔的最近情形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新北区的瑞芳区 而这边是明灯路一段 您可以看到我现在在的位置 就在火车道的铁轨旁边 这条路上已经成为小溪了 那整个这个水呢是非常的湍泥 您可以看到附近的邻居 已经将整个排水沟的盖子打开了 水是非常的这个湍泥是直接流下去 而且都是呈现泥沙状的 附近的邻居呢也是急忙的在抢救 就是不要让水进到家门口 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等到多久 等到而已 哎呦 对啊 因为现在这么多言人去的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明灯路一旁的这个居民呢 他们赶快是要拿着水桶在摇水 就是希望呢可以来拼速度 就是不要让水进到家门口里面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拿出了多台的抽水机 一旁呢还有这个民众呢是不断的在这个水沟来解一些落叶啊杂物等等 但是您可以看到这个明灯路一段上已经成为小 其实甚至可以说是荒洋一片水的位置呢 甚至是在民众这个脚踝的地方 那其实因为您可以看到新北瑞芳这边是不断的下起了 渐渐气的大雨 只要下起了大雨这边就会呈现有严重积水的情景 所以附近民众呢也是真的相当无奈 那以上就是倩党的这一情形 时间镜头再交还给同类 山屯儿带来强风暴雨在高雄造成了这个灾情 画面当中牌楼突然间倒下 发出了巨大声响 红色的牌楼就这么横躺在路边 这是寿山通往圆亨寺的路面 整个被挡住了 防防的威力可见一斑 当局立刻出动了各种机具 首先要让路面能够清空 电锯在雨中发出火关 为了要移开这个牌楼还得出动掉臂 高雄瞬间风力相当惊人 巨大的牌楼也难挡 台风的威力 所幸这起惊险的事件发生的当下 没有歧视或者是驾驶经过 并未造成人人伤亡 只是画面触目惊心 也让人理解到山屯儿台风的威力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山区道路泥流滚滚 全部都是土石泥沙 好几块大石头夹杂在里头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大雨不断倾泻而下 基隆碧沙山水社区 山坡地出现土石流 就连后方挡土墙边坡 土石也开始崩落 灌进社区 整片泥沙黄土布满街道 不只如此就连附近医院也遭殃 地上满是土黄色泥水 走起路来非常艰难 这也是基隆调和街 维德医院的外头 因为临近碧沙山水社区 导致山坡地 土石 泥水 全部淹进医院内 工作人员紧急拿出扫具 要将地面清理干净 很早就淹了 今天清晨淹过一次 九点半淹第二次 里面大概一楼五公分 那还有一部分会蔓延到地下室 状况来得太突然 医护病患全都措手不及 山坡台风挟带强劲风雨袭来 灾害也是越来越多 当心的旅国宝在基隆报导 从画面来看 屏东地区震风雨交加 陡大的雨滴配上强风 坚固的招牌也抵挡不了 就看到一大块的招牌铁架 横躺在路中央 底下还压着一台黑色轿车 警消想要确认车内是否有人 差点遭到恒祸 一个铁水塔突然飞来 差点砸中一名警察 这起招牌倾倒的意外 发生在屏东东港安泰医院的旁边 警方拉起了封锁线管制交通 安泰医院附近则是停了许多救护车 因为安泰医院今天也不宁静 在一早的时候 安泰医院的机房突然起火 大楼冒出浓浓黑烟 院方虽然紧急疏散医护人员以及病患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8人失去了生命迹象 医院内部乱成了一团 外面还封墙宇宙 不断送来因台风而受伤的民众 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东轩南部中心屏东报导 上面上出现小瀑布 大雨过后水不停从山上流出 让原本绿油油山头都变得光秃秃 而就在管制区旁大排长龙的车辆 所有人都想赶快离开 苏花台九线重德管制区可以看到 现场已经有十几辆的车来 等着排队来通行 因为前方有土石流摊方 导致阻断了道路 目前正在积极抢修当中 预计下午三点才会抢修完毕 不过已经有不少车辆等不及了 因为何时能通车还不一定 只见公路不时有大型工程车辆出入 等待放行的车流当中 大家不是要上班就是有行程 必须要通过苏花 我们要回台中 我哥要回中立 没有办法明天就追机 我们像这种上班的人 已经没有全转了 这丰沛的雨量 让山边不时出现大雨瀑布 公路局赶紧找时间抢通 要让大家可以顺利抵达花莲或是北返 花莲秀林山镇村 山镇北溪出现滚滚泥流 溪水也有暴涨情形 相当危险 而花莲溪的出海口 一早因为山头而带来大雨 水色变得又黄又濁 有民众称雨势不大 特别开车到星天堂乐园后方 脚踏车步道 来看大河入海的壮观景象 没事啊 就是来看看很壮观的 之前有来过吗 没有 之前有 还有花莲车站 道路施工处 因为大雨出现积水 风浪越发强劲 花莲北冰公园 更出现四公尺的浪 海军人员在沿海重点区 重新拉起封锁线 花莲港景观桥也封闭 就怕有民众擅闯会发生危险 东城新闻 地方中心 花莲报道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再来关心山头的台风 对花莲带来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有交通 像是今天 记者所在位置就是 花莲车站 今天北回跟南回的火车 通通都停驶 那民众怎么办呢 民众非常焦急 我们来听一下稍造访问 台北 对 那就已经困在这边很多天 没办法 所以现在是找贡城 我是打算到罗东 然后再换车 那我现在价位是一千五 当然是有点高啊 但是没办法 因为已经困在这边太多天了 好 可以看到民众 多数都是选择用包车的方式 那因为价格通常都比较贵一些些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 凑齐人数再来一起 包车北上或是南下 尤其现在花莲这边交通 是比较不便利的 因此很多民众啊 已经原本买好的车票 到了火车站才发现 火车停驶赶紧来退票 那就有人认为说 包车费用这么贵 甚至还有破万 是不是大赚这个灾难财 还有人说 可是司机也是赌上性命 但就有民众认为说 这件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但整体来说 价格似乎还是有点点贵 以上掌握最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目前我们就在高雄的旗津 那么由于呢 这个风雨是持续当中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 风雨都没有停过 甚至呢 在旗津呢 还有吹起了这个强阵风到了十四级 那么尤其呢 现在呢 陨势不断 也因此呢 导致呢 这个在旗津庙前路呢 有一个积水的情形 大概呢 是水焰到脚踝 而由于呢 这个早上到中午的期间呢 刮起了十四级的这个强阵风 所以也导致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派出所对面的这栋大厦 前方呢 他们这个一楼上面的遮雨棚 整个被强风给吹落 有的玻璃破裂 那么甚至底下呢 还有铁架也被压住 由于呢 这个现场呢 这个风势不断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个塑胶片呢 还被吹飞了 那么现在在旗津的部分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旁边呢 被固定住的摊位呢 也都因为呢 他们绑的这个东西 可能不够牢固 也因此被强风一吹 都有位移的情形 那么由于呢 这个台风在今天下午呢 从高雄小港登陆 因此呢在周边像是旗津 或是林雅的市区等等的 风雨都持续当中 也在高雄呢 造成了相当多 激烟淹水的灾情 以上是目前 我们在南部的一个最新情况 没有错 就在稍早呢 山陀的台风 是登陆高雄之后 就在台东这里 午后也开始 风雨越来越大了 除了雨一直下之外呢 这个风是也是越来越强的 而且呢甚至晚一点可能会刮挤 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不过呢您可以看到 其实这几天受到台风影响 这个台东地区呢 因为不断下雨的关系 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发生 像是我们现在是位在 青海路一段这边 那可以看到这滚滚溪流 从上头一直的往下灌 而根据现场居民的说法 其实这个原本的道路 就是一条产业道路 是人可以走的 但现在变成根本是 我家安门前有小河 一条的路 整个变成一个河流了 那到底当时状况多夸张 来听他怎么说 就每一年假如遇到大雨 他就会 因为 因为他就一直冲下来 都没有阻碍啊 然后就冲到马路去 他那土石会跟着带下来 带下来 有些石头还蛮大的 大概像榴莲那么大 好 那根据居民的说法 其实这个从昨天开始就发生了 那幸好呢 有人员赶紧用怪手堆了这个土石 让这一个溪流呢 是可以往旁边导引的 不至于再散漫到整条路上 因为这边位在台九县 是比较主要的干道 好 那其实呢 因为这几天台东一直下雨的关系 那这个土石流状况也非常常见 我们在现场呢 也是有收到几个台风影响的土石流警报 那根据我们现在掌握到的状况呢 包括台东县台东市的新园里 还有建合里 都是有发布土石流的红色警戒 也是提醒各位观众 因为现在呢 风雨是越来越大的 真的要维护自身的安全 再一张时间交换棚内 好 各位观众 那你全是来关心台风 山安土耳的最新情形 我们现在人就在新北的瑞芳区 而这边呢 其实是瑞芳车后火车站这个地方 也是观光老街 您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地面上这个位置 又再度的积水了 现在的位置呢 其实到了记者的小腿路这个地方 其实由于因为说 这个山坡尔的台风影响呢 这个地方是不断下雪 渐渐大雨 其实从昨天晚上 已经有些一度淹过了一次 水很快地退去之后呢 今天上午十点多 又再度淹了 一样水一样也很快退去 没想到下午 又下起间接性的大雨时 您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老街上 又呈现了汪洋一片 过去的天下 真的是相当的困扰 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们都有心灵准备 这个没办法的是 已经有预期心灵 不会是 不会是很好的状况 那个是烤箱 泡水的 对 几乎就是这样子没办法 好无奈 幸福你们了 骗灾啦没办法 好的根据这一场台风带来的 这个现阶期大雨呢 目前店家真的是好无奈 其实他才整理差不多约半小时不到10分钟后下起大雨 您可以看到整个老街又呈现汪洋一片 尤其到底为什么会淹水 主要就是因为有两个大排 最后汇集到一个大排流入基隆河 不过由于水量真的太多 所以才会从这样子的路面上的水沟盖不断的涌出来 但没有办法排泄的状况下 所以今天瑞芳老街这边就是第二度的 又激起了这个严重的积水 附近民众说真的是好辛苦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雨势可能越晚还顺便越大 所以还是要做好防采准备 以上现在这些时间镜头在交换室内 好 主播观众 那你关心山头的台风的最新动态 记得目前所在的地点就是基隆的庙口夜市 那么现在接近午餐时间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风势跟雨势 稍微有比早上了清晨的时候 稍微趋缓了一些些 不过今天虽然是停班课 但是基隆庙口夜市摊商开的店家 其实相对来说少了非常多街道 那么画面上之后您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家店其实从刚刚到现在 就排了非常多人 另外这条街上其实开店家 相对来说比较少 游客也比较少 那么听一下最新的访问 想说出来看一下庙口有没有东西 发现开店很少的 蛮少的 可是现在应该也还好 看完一点风雨会不会变大 风雨也没有很大 所以就出来找看看有没有吃的 特地来庙口 因为来吃吃看 趁人比较少的时候 所以等一下吃完就要走 辛苦你们了 好 没听到游客表示说 今天就是趁着中午风雨比较少的时候 赶快出来觅食 因为自己家里并没有煮饭 那气象学特别提醒了 接下来山陀台风持续的从南部 就有可能会登陆来朝向台北方向前进 因此接下来风雨雨的感受来说 更加的明显 记得大家要继续做好 放开准备 留意 放开工作 以上相对新把时间再交还棚内 好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在高雄骑津的中中山路 那么现在下午的时间 其实在骑津的部分 风雨还是持续当中 当然这个风势 在一阵的这个强风吹来 在今天其实起见还是有14级的强阵风 那么少午虽然稍稍缺缓的 不过在这个风雨持续的状况之下 可以看到现在比较低洼的道路 已经严重的积水了 而且大概是到这个小腿度的一个地方 那么也因此可以看到路边 像是这辆车应该是原本车主要把这个车子 停在人行道比较高处的地方 怕车子泡水 没想到现在是沿了半颗轮胎高以上了 还有旁边停的这一整排机车 还包括有一些重型的机车 倒的倒 歪的歪倒了一整排 那么在迄今 其实今天风雨从清晨开始就没有停过 而且这个风势相当的大 还包括了像是这街道边的有一些看板 还有这广告的铁架 都已经被江峰给吹倒了 那么由于台风是在下午的时候 从高雄小港登陆 其实迄今距离小港也不远 因此这个风雨是持续当中的 整个高雄地区风雨要趋缓 必须要等到入月之后 也就是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这个风势雨是还会再持续的 以上是目前我们在迄今的一个最新情形 现在山陀的台风在台湾高雄的地区就是首当其冲 尤其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在古山路 这个地方我们平常从今天上午开始 不断的激烟水状况越来越严重 而且再加上现在的风势更加的强劲 但是这个路数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它的摇晃程度看出了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风势 其实是逐渐的加强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甚至有可以看到 民众必须要用推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摩托车 受困的这个摩托车离开这个水里头 那其实在古山路这个部分呢 过去常常在很多台风都会成为淹水的地段 包括说像是在今年7月 看台风的时候 当时这边也淹水了 不过目前的根据现在 基地部水利署在早上发布的最新淹水警戒 那么在高雄的部分呢 延城区 古山区以及齐晶还有小岗 四区都列为一级警戒 那么在林园区的部分呢 则是二级警戒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现在风雨越来越强劲了 还是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要特别小心 以上是讲究到的讯息馆现场 教会朋友 山陀儿台风牛步 让全台湾放了两天的台风架 但其实山陀儿不是第一个 让全台湾连放两天台风架的台风 上一个是23年前的纳利台风 那里台风在2001年9月16号 东北角登陆 距离台湾本岛 长达49小时又20分 造成严重灾害 94人罹难 10人失踪 台北车站跟捷运 地下轨道跟月台 全都泡在大水中 北市陷入空前混乱 当时全台台风架 是星期一星期二 等于连放四天架 有的公司学校 甚至停班课一周 另一个灾难性台风莫拉克 酿巴巴风灾 破纪录雨量 中南部地区就连续放了三天台风架 算一算 山陀儿台风发台风警报以来 10月1号 嘉义县 台南 高雄 屏东 停班课 已经连放三天 其他地区则是连放两天台风架 现在山陀儿 移动缓慢 动向难掌握 有没有可能再放一天台风架 连续四天台风架 它的核心环流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那再加上东北季风下来 其实它也没有能量继续让它 维持它这个台风的结构 所以它应该在今天的下半天 甚至不排除在晚上的时候 就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因为地方政府要放假是看风雨预报 那没有风雨预报之后 它就无从依据了 气象专家分析 山陀登陆后受地形破坏 加上北方冷空气南下 会快速减弱 到时候连风雨预测都没有 地方官恐怕没有可以判断的依据 累积雨是比较大的地方 是在台东跟恒春 都有超过一千毫米 甚至台东的金针 现在也到一千六百毫米 那当地如果有一些灾害发生的话 也许当地的政府会有一些防灾 就是善后的考量 但台风架放不放 拒绝在各县市长的考量 评估后决定 数据一项只是参考 怎么放是高深政治学外 一旦又放假代表风雨依旧 赚到假同时 避忘台风可能带来的威胁 东西文章前徐家康 在台北台方报导 加油站旁的地面汪洋一片 完全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门口方向看去 远处海水见其夜 拍打出水花 这里是云林口湖的博子 聊在11点左右 沿海涨潮海水倒灌 导致一旁没有营业的加油站 全都积水 而这个加油站 其实只要遇到下雨 台风或是涨潮 都会被海水覆盖 在早上还有民众前往港边固定竹法 这都摸起来 10点多11点的摸起来 这都摸起来 这都摸起来 大家都不得出力了 我们不能出力了 没有了 人家也有 安静住都不敢说 不要买得更安全 我们也要过去 不要买得更安全 不只有仗超山徒儿台风来袭 在当地刮起九级阵风 强风导致路旁的电线杆 整根横倒在电线上 还有民众前往海边观浪 这张画王公 渔港大浪不断拍打码头提案 游客站到岸边想关浪 结果风大到站不住 还必须要抓着栏杆 为了避免大浪淹上码头 当地公所演出动三台抽水机 随时警戒 随着山徒儿台风在南台湾 登陆中部地区风势 逐渐增强 提醒民众台风天还是要好好 待在家不要出门 以免发生违宪 东森新闻 陈永依马瑞顺成立 闲章一员 辽宁轩 掌画云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